吃素让身体健康 听经拜佛 就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安定 智德法师开示 除了要保持心情好与充足的睡眠外 智德法师更呼吁大众 要多吃素少吃肉 多听经常拜佛 一直的跟我们的菩萨们大家开导 我跟他们讲说 我们要多吃素少吃肉 然后多听经常拜佛 其实免疫系统包括身心灵的这种健康 对所有身体的一种调适调节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吃素而且能够少吃肉 其实从过去的历史里头 说H1N1 H2N2 H3N2 这些都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动物 有相当的绝对的关系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多吃素 让我们的身心灵在我们的身体里头能够净化 属于说病从口入 历史上的许多瘟疫都是从动物身上而来 因此自武汉肺炎爆发 许多人便倡导多吃素少吃肉 吃素能让身体健康 而听经拜佛能让心灵安顿 身心灵健康对免疫调节非常重要 时尚新闻 环慧如萧瑞峰彰化采访报导